我们谈谈汇控 因为上星期公布了 将会出售资产 或者关闭部分的美国的分行网络 全年退出美国零售银行业务的市场 汇控预计新安排的税前成本 大约是1亿美元左右 不会产生重大的收益或者亏损 美国方面会集中发展环球银行 和财富管理的业务 上星期五股价做好 上回50元以上 不少投资者都开心 升了3% 不过ADR就要下跌 其中一个我们的专栏作家曾渊昌就说 为什么会升到50元以上呢 就是因为市场都憧憬 就好像16至19年那样 汇控卖美国业务之后会增加派息 公司公布了就不会有重大的收益或者亏损 你觉得这个情况是否不会重演 还有看回汇控的股价是否能继续做好 从而进一步推升大市 如果你靠汇丰推升大市 我认为市场比较严重 上星期五是靠他 但是那一棺大城加上 就是那个消息出来之后 当然汇控今次的消息上面 比较正面的东西 其实去到美国征战多年都由此回家 基本上搞不定了 就是撞士断鼻 不止美国 其实它欧洲业务也有些放风声 只会出手 找到买家而已 所以其实这个策略上方向正确 所以市场收货 当然也是刚才你所说的 寄网可能减少一些业务比较差一点的环节 这也是股价冲景来的 所以这个消息层面来说 的确是一个正面的发展方向 对汇控股价是一个短暂的支持 但是实际上去到基本层面了 其实就要留意一下 它现在最大的室内就是亚洲 亚洲的业务才是最关键的 而看到今年来说 不算太差的 因为你看到 刚才节目开始前也看到 其实经济复苏这个大主题 其实对一些传统的行业 譬如汇控金融这些 又或者一些消费 都是有帮助的 而且当然去到最关键的情况 就是如果你收水期开始来 其实特地代表加息 其实在加息环境之下 当然整个大市一定会受累 但是去到计算过去 一些个别行业的正面 或者负面影响来说 我认为人的行业 是算其中一个 比较正面一点的消息 因为始终的市场可能 是确阔了 令到它的利息收入 可以又上升 当然要看经济是否真的 到时看基本层面来说 今年汇控本身 不排除刚才那些 买卖和股息增加来说 其实那个走势都会向好 所以你也解释回股价图 其实看长一点来说 其实上升轨暂时都没有破 上星轨还突破了环顶 其实那个技术图来说 其实走势不错 所以接下来 其实会继续缓步上升 这样的情况也不下距 暂时来说 谈向中性 中性的意思是 因为它的升幅 可能是需要一些耐性 可能是 是的 它会升的 但问题是 如果你同样的时间值 可能你放在其他股票 回报更高一点 还有留意着 它离开了 那个美国零售银行市场 之后 如何部署在内地的发展 因为逐步在开放市场 刚刚也见过 电视片 公不 periods ORTER Где有机会 非保命的递相 现在,歇训下